欢迎回来,我是帕克 在公司或是班级或是一个团体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人生日相同一模一样的状况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好巧哦,怎么会这么巧 他们该不会是天生的一对吧 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容易遇到哦 我们就来聊吧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班级要遇到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的话 一个班级里面最少要有几个人呢? 你可以先把影片做暂停,然后好好想一想 2000年之后 好,我们假设你已经思考过这个答案了 那我们来公布解答 其实一个班级里面只要有23个人的话 就可以让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达到50%哦 如果有57个人的话 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会达到99% 非常的高 你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一年有365天 要碰到生日相同的状况 真的很难耶 起码也要上百人才会吧 怎么才20几个到50几个人就可以了咧? 没错哦 你的直觉是很有道理的哦 但是这种真实现象的状况 却跟我们的直觉相反 这种状况有一个名词叫做悖论 而刚刚所说的遇到生日一模一样的状况 又叫做生日悖论 要遇到生日相同的状况 本来就很困难啊 怎么会这么容易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要先分成两种状况哦 第一种状况就是 遇到跟自己生日完全一模一样的人 这种几率会有多少呢? 第二种就是同学间包括你 认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有多高? 第一种状况很简单 假设我们的生日是1月1号元旦出生 如果要遇到跟我们生日一模一样的人 这种几率真的很低 毕竟一年只有365天 要遇到跟我们生日一模一样的人 难度真的会很大 第二种状况就很有趣了 如果我们看到同学间生日完全相同的两人 这种几率就不会是365分之一 而是会突然飙高 为了让这个概念更容易理解 我们可以先想象有一个大礼堂 里面有365个座位 首先第一个人进来之后 会找一个座位坐下来 接着第二个人会进来 他也会找其他位置坐下 不大可能直接坐对方的大腿上 所以整个365个座位的大礼堂 就会依序被不同的人占掉不同的位置 当越来越多人进来之后 越后面的人能选的空位就越少 这种状况就跟在一个班级里面看到 生日一模一样的同学是相同的 第一个同学的生日占了一个位置 另一位学生的生日又占了另外一个位置 当越来越多人进来 空位就越来越少 而且每个同学的生日都是随机的 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些同学一样 进入礼堂之后 还能任意挑位置来坐 而是蒙着眼睛进来 就是随便乱坐 所以很有可能跟别人坐到相同的位置 所以要是一个礼堂 有越来越多的位置被占领 那么要碰到生日相同的人 机会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那这个几率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虽然我很想告诉你该怎么从正面直接算出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排列组合实在是太过复杂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就用反面来思考 我们先算出同学间彼此生日都是不相同的状况 这个几率有多少 再用全部扣掉这个生日都是不相同的状况 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任两个人生日都是相同的状况的几率了 当第一位同学走进大礼堂的时候 他可以坐任意的位置 但是当第二位同学进来的时候 他必须避开第一位同学的座位 只能够做剩下364个位置 所以几率是365分之364 第三位学生进来的时候 发现两个位置被占了 只剩下363个位置可以做 所以几率就是365分之363 就这样以此类推 因为同学间彼此生日的状况都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几率给相乘 最后只要用全部的几率100%也就是1 减掉刚刚同学彼此间生日都是不同的状况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 任两个人以上生日相同的状况了 那每个班级的数量因为人数的不同 所以得到的几率也会有所不同 那画出来的曲线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23个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50% 而如果一个班级人数到57人 任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 就会到达99% 如果你不相信这种结果 你可以把班级的通讯资料打开来看 你应该就很容易发现有两个人生日是相同的了 不过现在因为是少子化 所以可能国中高中人数不一定那么多 那你就等大学的时候 再把大家的资料拿起来看吧 看到这里你会想 我对其他人的生日真的没有兴趣 我只关心别人跟我生日相同的状况 就是想要找出那个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啊 好你的问题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就来说 你跟你生日相同的那个人 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几率有多高呢 虽然我们刚刚跟你说过 遇到跟你生日相同的状况 那个几率只有365分之1 可是那是比较直观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要考虑到一整个班级的人数的话 算法就比较不一样 但是也差不多 我们一样用反面的方式来做计算 我们先算一整个班级里面 生日都跟你不一样的这种几率有多少 再用全部的几率 去减到跟你生日都不同的状况 这样就可以得到跟你生日相同的状况 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那个几率有多高了 那跟刚刚的算法一样 跟你生日都不相同的状况 这几率有365分之364 那第二位也是 第二位同学也是365分之364 就这样子一路乘下去 看你班级有几个人 乘完之后 再用全部去减生日都跟你不相同的状况 就可以得到班级里面 跟你生日相同状况的几率有多少了 而这个几率是有可能很多个人跟你生日相同哦 不一定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把这个式子绘制成曲线 我们可以发现要在一个班级里面 遇到跟你生日一模一样的状况的话 你的人数真的要很多 必须要250个人以上才会50%的几率 遇到跟自己生日完全相同的人 跟刚刚第二种状况的23个人差很多哦 而如果几率要到99%以上的话 一个班级最少要有1700个人以上 真的超级超级多 多到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搞混哦 刚不是说过第一种 遇到跟自己生日一模一样的状况 几率是365分之一吗 怎么后来还要那个步杂的算式呢 其实不是的 刚刚第一种状况只是考虑 你在一个陌生环境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生日跟你相同的状况是多少 那当然就很单纯365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走到一个班级里面 要遇到生日跟自己相同状况的话 那算法当然就不一样 考虑的点也会有所不同 一个是很单纯的一对一 另一个是比较复杂的一对多 所以你下次要是看到一个班级里面 有两个人生日相同的状况的话 不要觉得太神奇 也不要觉得他们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有可能就只是生日悲论这个几率在作祟而已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帕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